日本是在亚洲的东部 它是由北海道 本州四国九州等四大岛 和几百个小岛组成的弧形列岛 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 比中国要晚得多 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中国汉书上第一次提到日本 称之窝 三世纪以后 在日本的本州 也就是奈良县这个地方 的大和平原上 兴起了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的大王 以及后来的日本天皇 自称为天造大神的后代 大和国是在征服 各地士族部落的过程中形成的 而士族制度的保留 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 因为当时铁工具的使用还不普遍 士族的成员需要通过 共根制才能完成 排水啊灌溉啊等等 在政治上呢 大和国也带有浓厚的 士族制残余的痕迹 那么大和国的首脑 大王也就后来的天皇 是世袭的君主 但其权力并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是士族贵族联合政权的共主 中央朝廷有几个最有势力的士族组长 分长政务 地方官吏呢也是地方上有势力的士族长充任 中央和地方各级官职都是士席的 因此呢大和国是以大王为首的士族贵族的统治国家 在中国唐文化的影响下 在公元646年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 这个改革呢是由一场政变开始的 在645年9月中大兄王子发动宫廷政变 改年号为大化 四年元旦天皇就颁布诏令 这个改革国制 史称为大化改新 所以这次革新呢 就使得日本呢从不明治国家 转变为类似中国隋唐的中央集权国家 革新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呢是废除王室和一切贵族的私有领地和不明 土地收归国有 不明成为国家的公民 即公国公民 第二呢是实行搬田收受法 国家对公民搬给口分田 六年一次死后归还 受田者呢要提中庸调 租呢则是田租 要交纳稻米 雍是姚役 每人每年服十天的姚役 调为贡物 按地方土特产征收 一般呢是交纳捐布等 第三是改革官制 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 废除了世袭制 大化革新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它对日本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它是日本从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过度的转折点 因为实行工地公民制呢 一方面铲除了世俗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 另外一方面呢也导致了日本特有的奴隶制的剥削形式 就是不明治趋于解体 从此 斑田农民的劳动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斑田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 同时承担较为固定的赋税和摇曳 这种关系也体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 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是从庄园的兴起开始的 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基础呢是斑田制 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按人口多少给农民搬田 这就是公国公民 类似于中国的军田制 到了723年 政府为了增加耕地 鼓励在公田之外开垦私田 这样就导致了私有土地的产生 贵族和寺院 驱使奴婢和依附农民 大量啃荒 这就产生了大量的私有土地 那么与此同时 许多不堪斑田制下 租庸掉负担的农民 也纷纷逃亡 或者将土地寄给贵族和寺院 成为他们的殿农 这样贵族和寺院就逐渐积累起了土地 建立了庄园 起初庄园还向政府交纳租税 从公元九世纪中期起 豪门贵族和寺院利用权势 就取得了不纳赴税的权利 称为不输 到十一世纪的时候 封建主更取得了各级政府官吏 及法令 不能干预庄园的特权 称为不入 所以庄园就取得了不输不入 成为不受政府支配的独立王国 这个时候的庄园主 就成为类似于西欧 封建制度下的领主 Lard 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 而地方的小贵族 为了逃避政府的赋税 也纷纷把自己的土地 以寂静的方式 献给中央贵族 然后自己以庄司 也就是庄园所有人的名义 仍然做当地的小领主 到九世纪末 贵族的庄园急剧增加 到十二世纪时 庄园已经遍布全国 搬田制 彻底瓦解 日本的庄园 同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很相似 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庄园的直接生产者是庄民 这些庄民主要是从公民转化而来的 依附农民 他们对于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 没有庄园主的许可 他们不能随便地迁徙 或者是改业 或者改业 庄民除了向领主交纳收货物的三分之一之外 还负担庄园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如碳 布 水果 酒等 此外庄民还要担任修缮 房舍 护卫 搬运 驻路等劳役 庄园主通常是把庄园中最肥沃的土地 化为自己的直辖地 由庄民无偿耕种 收成全部归庄园主所得 因此日本庄园同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很相似 庄民也类似于西欧的农奴 随着工地公民制度的瓦解和庄园的发展 天皇的权力日益削弱 社会动荡不安 各地方豪强 为了保卫自己的庄园 纷纷扩大势力 他们把自己家族和仆人武装起来 组成了一种血缘关系和祖从关系 相结合的军事集团 他的成员称为武士 类似于欧洲的骑士 武士最初是地方性的势力 但是后来逐渐地干预中央事务 凌驾中央之上 在1185年 关东武士集团首领 元氏 消灭关系的平氏一族 控制中央政府 1992年 元赖朝取得了 真夷大将军的称号 在连昌设将军幕府 所谓幕府 是指以武将资格建立的 全国最高政权机关 从此日本就开始了武士贵族专政的连昌幕府时期 连昌幕府是与天皇朝廷同时并存 幕府形式上尊重天皇朝廷 民意上将军是由天皇任命的 但是天皇朝廷没有任何的权利 而以将军为首的幕府 则是事实上的中央政府 幕府有自己的管理机构 1232年 连昌幕府制定了 真勇武幕51条 作为武家法规 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 就是从这些法规中发展出来的 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忠勇 忠指的是下级武士 即家臣要对上级 即祖君表示绝对忠诚 祖君对于家臣呢 有生杀欲夺之权 家臣对祖君必须绝对服从 祖君可以任意的处罚 打骂下级武士 下级武士呢 不准稍有违抗 如果下级武士认为 受到了不应有的侮辱 他们唯一的反抗形式 就是切斧自杀 所谓的勇 就是指武士要勇武 封建武士呢 不禁应贤熟刀马之道 而且更应该勇于为祖君卖命 武士要以能为祖君 限述自己的生命为荣 武士阶层的崇拜物有两种 一是刀 他们把日本军刀 视为武士道的具体体现 武士必须常年配刀 并宣扬日本 血不见任 不称真正的武士 如果在战斗中 祖君战死或战败 武士道认为呢 殉祖君之死 或为了挽回战败而遭致的耻辱 武士应该不畏惧地 切斧自杀 这个切斧是一种既痛苦又恐怖 而且费时又长的自杀方式 武士呢 选择这样一种自杀方式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 而日本武士的第二种崇拜物 则是樱花 因为樱花的花期很短 它在第一阵风吹来的时候呢 就要落下 这个就象征着 武士随时准备为祖君献身 死而无悔 武士道对于日本的民族精神 影响非常之大 连昌幕府之后呢 日本经历了世厅幕府 南北朝 战国时代 那么在战国时代 长期的内战呢 给日本的社会经济 给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 造成了极大的不利 也暴露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 在16世纪上半叶 日本就出现了政治统一的趋势 日本的政治统一呢 是经过了三位领导人的努力 才最后完成的 他们是直田信长 封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在1603年 德川家康取得了 真一大将军的称号 在江户 也就现在的东京 建立了幕府 称为德川幕府 鉴于战国时代的内战 德川幕府呢 就采取了一系列 加强中央极权统治的政策 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是没收封城市和其他战国大明的领地 把最附属的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作为将军的直辖领地 将军的直辖领地呢 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 其余的土地呢 则分封给200多家大明 将军不仅在经济力量上占绝对的优势 在军事上也占绝对的优势 到17世纪中叶 将军的直属军队就达8万人以上 具有压倒三四个大明联合的军事力量 第二条是 在1615年公布 五家诸法度 规定了大明必须遵守的各项规则 例如 各藩国的大明 必须把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为人质 大明本人每隔一年 要率家臣到江户来参禁将军 称为参禁交代制度 此外呢 还进一步地提倡武士道精神 要求武士 忠义守信 不是二祖 纵鸣亲死 质朴廉洁等 武士道是幕府统治者驱使武士 为自己效劳的一种精神武器 第三是继承和发展了身份等级制度 把全国的居民划分为 市农工商四个等级 称为四名 各个等级世袭不变 互不通婚 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区别 武士则享有各种特权 即使是最低级的武士 也可以对无理的平民有权格杀勿论 在平民中呢 农民守工业者 商人的地位呢 依次降低 反映了当时政府重农青商的经济思想 第四条是禁教锁国 为了防止外来思想和势力的侵扰 德川幕府于1613年下令禁止天主教 并且开始迫害天主教徒 1639年颁布锁国令 禁止日本人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 此后日本的对外贸易呢 只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 在长期一带通商 锁国政策稳定和巩固了封建的木藩体制 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 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使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呢 受到了遏制